郭文貴先生 郭文貴先生 2007年的時候 在530的協調會上 他們也是這樣說 當我們的專家 文偉明工程師 向他們提出地質地下水 還有地毛方面的質疑的時候 他們也是說安全無餘 設計沒有問題 而且還找來了 中華民國土木基石工會聯合會 來背書 去年八月 樂森院新大樓的 地下室的 地下室的伸縮縫 和九樓空橋的伸縮縫 都快速的擴大 就連樂森院院方 都要求捷運局 儘快完成當時他們在靠樂森院 樂森院新大樓那一側的進度 然後馬上停工 而要在靠樂森院上 都要強勇 今天我們來到 台北市政府捷運局的前面 要求捷運局派出能夠負責的人 來簽署我們的安全保證書 我們的訴求很卑微 我們只不過是要求捷運新莊機場 在施工期間還有施工後 不要因為普通不太誇張的天災或人禍 就發生很可怕的危險 各位 我們這樣的訴求會不合理嗎 不 我們在設計的條件之下 我們當然要確保它工程的安全 但我們一路在施工 也有經過很多的比如說老檢單位 這個衛生單位 很多單位到我們工區來視察 都說我們的工區現在安全 如果不安全 我們早就被一些公權力就停工了 這是很簡單的一個道理 任何工程工具狀況都是這樣 任何工程你先去找它 大家不要把它看見特別工程 只是因為它地質敏感 只是因為它住了很多院民 只是因為它有文資保存的價值 所以我們更小心 更謹慎更保守去做 就是這樣而已 那天記者會的時候 我有跟副局長提問 就是說我們現在這個長期安全方案 是不是能夠保證 樂森兩院以及我們的新莊捷運機場 是安全無餘的 他說他沒有辦法這樣子明確的去確認的回覆 不過今天副作跟我們說的是可以 所以是哪一個答案 我們要聽哪一個答案 社會大眾要聽哪一個答案 目前的工地安不安全 我剛剛強調過 我們比各位更關心 我們負的責任更大 那經過我們專業的評估 我們顧問公司的給我們的評估 然後跟專家學者的鑑定 大地機師公會的審查 目前工地是安全的 現在我們得出來的結論現在是這樣 將來我們會做個長期方案 這個長期方案做完了之後 工程因為將來永久要拿去營運使用 將來我們也要達到一個安全的狀態 我們才能拿去營運使用 到那個時候它也是安全的 就是這樣 那捷運局目前對於這個走山的狀況 有辦法完全的肯定嗎 您剛剛講的問題就牽造了一些專業 所以我才說 我們在對任何的這個團體 這個我們都會用一些專業的角度去回答它 您既然剛剛提到這個問題 我們長期的監測這個樂森 剛剛你提到走山 像上次北二高整個攤起來那叫走山 那現在的樂森療養院都是在我們監控掌握之中 我們也做了閉毛 我們也做了排裝 我們為什麼要做這些 這些機能就像剛剛講 這也是花了納稅人的錢 為什麼要做這些 就是讓它的邊波安定穩固 讓它不會有走山 這樣 那你說滑動面已經形成 那個上次廖副校長說 從一些監測數據看起來 好像有一些偏動 所以他懷疑會不會有滑動面的產生 那就算有滑動面產生 因為我們有這些設施 也把它穩固下來 所以沒有走山 我剛剛講沒有走山 就說他確實是沒有走山 他現在還好好的站在那裡 就是滑動跟走山 就有滑動但是並沒有滑動到走山 第一個滑動面有沒有形成一個完整的滑動面 這還是要去大家再做確認一下 如果有這麼清楚一個滑動面的話 那我們就已經掌握住了 事實上現在不是這樣 而且滑動面也有大滑動小滑動 各種狀況都有可能 那一天廖副校長的說法是 有顯著滑動面 不是懷疑有滑動面 是有顯著滑動面 有顯著滑動面還是懷疑嗎 有顯著滑動面是肯定的 有肯定的滑動面 不要再說沒有滑動面 這太扯了 我剛剛講了現在沒有走山 我再強調一下現在並沒有走山 他們是說滑動不是走山這兩句 走山之後你才負責任嗎 如果真的走山 我想我們負責任也沒有辦法 所以要等到有事件發生 你們才要做什麼責任 我們現在就用在各種各 最嚴格的一些法規的條件之下 去做我們的設計 去做我們的施工 我們只能做這樣 我想如果是劇烈的天災的話 人民也會看見的 人民也不會怪你的 今天要你簽這個 就是要你保證 沒有在劇烈的天災 沒有在可怕的人或的 就是非捷運局的人或的情況下 新莊機場和樂森院 不要有危險 希望你保證這樣子而已 其實並不誇張喔 其實並不誇張 你們的規範 你們的規範裡面應該 都有這些東西 在怎麼樣的情況下做保證 其實你這個書上 並沒有寫得這麼清楚 我第一個 第二個 我們保證我們應該也跟 要不然你就是說 樂森兩眼院 他的院民或他的院方 這樣來談事情 而不是各位 因為我們跟各位好像 並沒有這麼做的 那就不好意思 我們請到院衡第三代 我阿公在樂森院過世 那我身為樂森院民的第三代 在這裡問你 要聽阿公阿嬤問你 你為什麼不見我 我想我剛剛回答了 我已經回答了 沒關係我們已經很清楚 不知道那個 北公處副處長的一個態度 樂森院安全 捷運局負責 捷運局負責 樂森院安全 捷運局負責 捷運局負責 達1 3 5 4 5 5 5 6 5